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华人大会 为您专访的是华人大会的主席薛海培先生 可以说这个华人大会是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会 为什么说最有影响力呢 不是说它的规模或者人数 而是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和来自美国四面八方的华人 共同参与的这种感觉 海培这个大会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大会是两年前我们开始的是 是希望给华人社会提供一个机会 一个平台 能够让不同社区各个州各城市 大城市小趟里面的华人组织和华人社区 热心公益热心社区热心政治 热心我们的公共生活的这么一些华人 给他们一个机会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社区的 华人的组织的领导们 和我们的一些商业精英 以及我们的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 还有很多的我们民选的华裔的官员 都利用这个平台能够每两年在一起来 讨论一下我们社区的重大的事情 的确是这样 我今天听到说是有来自32个 美国32个州的各地的华人 都今天聚到这边 而且是连续几天的活动 刚才在海培在演讲里说了一段话 我听了以后确实非常触动 就是说一百多年前华人是来到美国来淘金的 那么大家都带着一个淘金 金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对 这个一百多年前我们华人到美国是来淘金 再到金山上去挖金矿 那么其实我们觉得呢 就是一百多年过去了 今天的美国 作为美国的华人 真正的金矿不在于是你买了个大房子 或者有个很多的银行的存款 真正的金矿是在美国生活 我们能够享受到的 有这个机会 而是可以说在中国基本上是没有的一个机会 是能够完整地体现一个人的公民的价值 也就是说对社会 对他人 对社会的关心 这样的一些公共服务 公共志愿活动 这么一系列的一个人对社会的关心 和他人的贡献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金矿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 在这个金山上可以再挖金矿 你刚刚讲到就是真正的金矿 到底是什么 但是你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因为很多人来到美国以后 都忙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那么可能觉得说无暇去参与 或者顾及这些事 所以对你来说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 就是真正体会到这个金矿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 我想我前来美国的前十几年 也没有太多想这样的问题 确实也是为生计所破 对吧 要读书 要乘家 要找工作 要买房子 所以这样前十几年 是几乎没有太多这样想 当然我还一直在学习关心这个国家来很多事 这个主要是可以在社区里看到其他人怎么做的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前十几年是学习 后来这十年可能是自己逐渐参与的更多的 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把自己的想法复制于一个新的社会行动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那些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事 那么我们会看到很多其他族裔非常活跃 比如说犹太这个族裔 你觉得现在这个为什么对我们华人来讲如此重要呢 对 这个问题不光你说的犹太人 包括我们印度人 为什么印度的社区能比华人社区 如果用一般的通俗说法是更为成功 更有影响力 那么这个问题上我们华人是非常值得反省的 如果没有印度美国人这样的成功和影响力的话 那我们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我们状况不满 那我们可以说是 这是因为美国有种族歧视 不让我们有出头 但是你很难说印度人 这个在美国是大家都喜欢印度人 不喜欢中国人 那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我们现在的差距真的是最主要的差距 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公民的社会参与 缺乏对周边他人的事情的关心 缺乏对一个社会的一个投入 那么这个是我们最短的一个短板 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华人缺乏对周围事情的参与 缺乏对他人的关注 其实我觉得这不只是说在我们对印度族裔和整个美国来讲 我觉得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包括你在这个社区里面或在一个工作场合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我就做好我自己这一摊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去关心别人 我为什么要去付出多付出一些呢 对这个为什么要关心人 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个我刚才讲过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变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公共生活 一个部分是个人生活或者家庭生活 那么我们华人的公共生活 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都是不错的 我们缺乏的是我们没有参与公共生活 那你想想想看 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公共生活 我们只有私人生活 那我们的生活其实确实是很boring 确实是很无聊 对吧 有人觉得说我不boring 当然那也可以对吧 但是你看我们的问题马上就来了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读大学 为什么常见的学校 可能确实不是那么喜欢亚裔的孩子 在某些方面对吧 他们当然也很喜欢亚裔孩子 成绩很好 但是可能对我们亚裔孩子的领导力 对社会关系程度 他们觉得不够满意 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管这个是对和不对 但是确实也反映了 就是我们自己对社会的参与就缺乏 也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教育身上 使得我们孩子下一代 就在人生的起步上 就不是在一个平等线上 所以这个对我们带来的坏处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如果没有这种 关心他人的能力和意愿 那你也最终就是一个 你们硅谷的那个什么叫马工 是马龙是吧 就只能写代码 你就很可能连个中级主管都升上不了 那你又很觉得又很抱怨 你觉得人生的价值没有体现 那这不是问题吗 可能会觉得说 我反正做好了我这一摊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我该得到的 或者心里有很多的不平或者委屈 但实际上你积极主动去付出的时候 你马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这个contribution我觉得特别重要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团体里 你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是你的贡献 你的contribution 而当你有贡献的时候呢 而且是对他人的贡献 对他人的贡献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那种快乐 对吧 还有这种生命的满足 所以海培对你来说 你做这个华人大会 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快乐就是能够让 比如说我去一个城市 我们去跟大家的华人谈完以后 他们就原来没有一个华人组织 一个小镇里 他们最后就决定 他们要成为华人组织 对吧 他们要组织起来 要参与到当地的社会 我觉得当我看到一个新的华人组织诞生 是由于UCA的鼓励和这个讨论结果 我非常开心 你这样子跑了多少个地方 然后你这个一个一个组织 大概现在建立了多少个 我在两年多以前 曾经做这个MTRAC 美国的全国的火车系统 在全国跑了起码30多个州 到很多的小城市 就是不见人烟的小城市 只有不到100个华人的小城市也有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这个30多个州 一年跑下来 真的是觉得对我自己 和对我们UCA这个想法 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我听了真的特别的感动 就是说你能够去坐着火车 然后一个州一个州的去跑30多个地方 到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 哪怕只有一两百个华人的地方 那你自己工作做什么呢 你的工作时间怎么安排的 不是 那个时候我刚好正好 这个在法庭上赢了一点小钱 这个因为人家做错了事 能给一些赔偿 所以我反正我又好 我说还有点钱了 我可以用这个钱去 半年不干活 我就去到处去跑一跑 这个是个意外的机会 有些人如果是法庭上赢了一笔钱 或者有一笔财富 可能先想着说我要买个房子 我要去买个天自己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想着把这钱用在去到各处去跑 把这个火点起来呢 我确实也是 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二三十年 我们看到华人的社会的不断的发展 非常快 而且这个社会和时代 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 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又是没有满足不了这种时代 对我们的要求 那么我觉得确实应该 我们不仅应该是团结起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 同时我们应该真正能够在全国能够有一种 我们这个英文叫Civic Movement 一个一种精神运动 一种社会精神运动 这不光是一个组织 而且大家都一起来改变自己 改变社会 改变我们社区 我觉得这个好像更有价值 你讲到这个Civic Movement 听起来还要发动一个 一场这个 不是文化大语 就是说这有一场运动 你想象的这个Movement 这个运动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就在想说我们华人如果 就是一种新的精神文化 一种新文化 而不是我们一些老的比较成就的 我们还有概念 我们现在是Chinese American 我们不仅仅是Chinese 我们是等于从Chinese变成了Chinese American 那么这个严格起来讲 这个精神和社会的运动 就应该使我们自己能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种情怀 能够让我们从过去仅有的Chinese 或中国人的文化特点 变到一个既有中国文化 也有西方文化 一个最佳组合的 这个优越的这种文化 你讲到这个新文化 说既有中国文化 又有西方文化 如果说给你用两个keywords 来说的话 这个文化怎么来概括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两个 你这个难题很大 我在想的就是说 公民参与 公民的社会参与 是绝对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觉得就是 可能是可以理解成承担责任 然后是公民参与是吧 对的对的 你的总结很好 因为我尤其这段时间跟你们接触 然后在这个大会上 我真的自己来说 感受到很多很深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其实人生这一场 你总要有一些 就是让你觉得 你的生命有意义 然后让你兴奋起来 愿意投入的事情 否则你活得真的浑浑噩 真的没什么意思 对吧 但这个东西呢 绝对不是钱 或者是身外之物 能够带给你的 那么你这一辈子 能够找到了是一种 我觉得很好的 幸福的感觉 对吧 我确实觉得是很happy 很幸福 然后我看到你这边的这些人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当中 比如像Lily 还有这个肖肖肖肖肖这些人 就是你怎么找到这样一群 就是有志同道合 有这样的这个梦想和激情的人 投入进来 这个秘密我不能跟大家分享 不然我再开玩笑 就是真的是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这个UC能够把一批 在我们华人社区里 尤其是新移民一批 我觉得最比较有社会奉献精神 有比较有理想主义精神的这批人 有热情 有很强的意愿想去帮助他人的 这么一批华人 能够聚集在一起 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华人 我觉得如果观众您是 你觉得你也是这么议员的话 请一定和我联系 这个我们不想漏掉任何一位 有社会贡献精神 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华人 讲叮叮电视一定是 可以成为你们这个议员 那简直是我们太高兴 如果有叮叮电视的合作 那我们真的是更有信心 非常非常钦佩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重要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昨天我再去跟你们去拜访 这些国会的这些参议员 众议员的时候 包括晚上我们看到有八位 八位还是九位 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 赶到现场来 其实我觉得你看 这个就是影响力 你是怎么去建立的这些关系 这些年来就说 我觉得因为美国国会 对很多华人来讲 好像说山高皇帝园那种 那你怎么去建立的这些关系呢 但这个确实不是一年两年的 这个问题 这个一方面是有长年 多少年 应该说二十多年的这个积累 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 是你做的事 人家觉得你做事有意思 对吧 也觉得值得来参与 或支持你一下 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些事 非常就是我们也 自私 或者自己吃吃喝喝的一些事 反正觉得有机会 叫个国会员来 那种东西也是不能 这个持续下去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UCA有一条是 我们通过我们各地的 我们的分会 以及由于我们在华盛地区的 长年的根基 我们确实和一大批的国会议员 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批 感觉不太一样的中国人 或者华人 希望有更多的感觉不一样的中国人 能够加入你们 然后一起来改变自己 然后呢一起改变我们的周围 改变这个华人在美国的这个地位 我觉得不只是改变这地位 而且改变就是我们 大家对我们的印象 对吧 对我们的印象 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录取里面 有一条特别重要 就是likeable 就受欢迎 对吧 那么为什么我们 我们不能变成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没错 你这个说我们一起来探索 和丁丁电视一起来探索 这个好不好 非常谢谢 我们这个节目呢 叫做Innovation Dialogue 所以对你来说 如果用一两句总结 什么是创新的话 那是什么呢 我觉得创新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其实是人生中的一个 始终伴随你一生的一个 一件可以做的事 我们对我自己来讲 对YouC来讲 我们的创新就是 如何大家一起来考虑 思考和尝试 如何能把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精彩 更有意义 对社会更有贡献 这就是我们不断追求的 一个创新的一个理念 我们一起来思考和探讨 如何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变得更有意义 对社会更加有贡献 谢谢海飞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